第一,市場上已經對這件事的擔憂,無論是衰退以至高通脹加息部分 在美股反映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 由美國5月的CPI數據,即是美國5月的通脹數據出了 開始就已經一直有反覆下滑 如果你說盧倫是指數上,又或者個別股份上的美股 在最近的這一兩天,反覆在一個連串不太好的消息 又或者不太好的言論,對於市場來說應該是頗淡的言論之下 反覆就不太跌落,即是我們的說法來說 其實可能這件事的反映就是市場都預早已經對一個頗差的情況 都已經有了一個預期了 亦都已經固定線了 反而在現在這一點,我覺得去到Boucher 都連衰退風險這一點都說完,我想都很難再差 因為他已經在說兩件事,第一是有衰退風險了,都說明了 第二是都說明了,其實我們都是資料依靠的 我們都是沒有上限的了 就好像一個禮拜前都還說了0.5或者0.75 就是給記者盤文的時候 但是現在都已經變成了是沒有下限的 言論來說已經都相當夠紅的了 但是如果市場在美股上面 去到這個位都沒有特別會再跌的話 其實反覆是有些機會混讓反彈 有這個背景的想法是因為本身很偏淡 就是市場已經頗淡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實去到現在這個水平短期來 如果要再跌 其實就真的要有一些比較 可能要有一些類似叫做信貸風波 或者我們叫做critic crunch 這樣的狀況出現,才迫使使得金融機構 要沒有辦法短時間來賣掉手上的資產 否則的話其實都 我想不少會傾向反彈到一個比較高一點的水平的時候再算了 如果按照你這樣說 是不是覺得美股有機會最差的 那個時期已經捱過了呢? 如果好像你說的薄反彈 有哪些東西會比較直撥一點? 這樣說吧 如果剛才說的看法是覺得 應該短線來說 是有機會做過反彈 具體來說可能是六月尾至七月初 大概一個月左右 會有些機會 會可以醞釀反彈 話遲話遲吧 都很難說的 就是說 是不是今晚 這個都是回答不了你的 但是就 我自己的傾向看法就覺得 如果現在的 譬如說標普500的指數 應該大概在近期的做過的低位 就是說可能 標普500的話是3600點 那個防守水平應該好穩的了 如果這一段 假設過要不穩釀反彈 應該大概可能會 再跌穿現在這些底 如果你說用過再短一點 因為其實昨晚 都是去到 標普500的期貨 其實都去到3760點 那具體來說其實我覺得 很近的這一段 就是這幾天的短線波 也都不應該跌穿3700點 就是2%來 2%附近 就是不應該跌穿的了 在這些位其實是 如果能夠守得住 其實是有機會運用過反彈 至於說 選股方面 其實就這次 有兩種的 低估值的一些 舊經濟股 都可以做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純粹比較短時間 就是短線來說 看過勢頭可能 有機會會都是回一些 之前 大型的科技股 大家業務上面比較穩陣的 以至可能二線頭 大型的科技股都會 可以選擇 包括除了一些大家都 比較熟悉的 可能說 Google的母公司 Appleback GOG 另外 Microsoft 這些 可以選擇之外 另外 其實有一種 都可以考慮一下的 就是 這個 Salesforce Salesforce CRM 就是 在美國來講 主要做這個 顧名思義 你看到他的 Corp 都知道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其實做一些客戶關係的 很多不同的 網上的軟件 我們叫做 其實都是 之前說的 雲計算 概念 裡面的 主要領導 這間公司 很多年 說的 營業額增長 都是相當不錯的 而且 連續 在 經過 透過很多年 的收購 和其他研發之後 其實已經 看這個 CRM 這個範疇 就是 在一些 中小型 以至一些 其實幾大型 未去到 Giant 科技巨企級之前 都很多公司都會用 他們的 產品 當然 股值是很高的 但是他又不是 去到 之前說 ARKK 投資 那些 替孖股的價錢 我覺得 以波反彈來講 都合適 如果你說 這一隻的話 我大概 看就是 現在大概 說167元 美金附近 希望短線 不會 失手 155元 大概 拿12元 來做 紙錢 然後 上網 這一段 反彈 希望 去到190元 附近 因為 剛才的觀點上 都是看反彈的 不是說 覺得 已經 見底了 自此 美股 什麼事都沒有 升了 就不是 這樣看的 我想 中長線 看來講 憂慮都仍然嚴重 主要是看著通脹 其實通脹始終一日 未回落 或者未有一些比較明確一點的 的狀況 什麼時候 建定呢 其實 現在聯署局都是 很被動地因為 通脹的原因 因素 要加息 雖然 通脹 加息是不是一個 可以 我們叫做 零到通脹 可以回順的方法 就不見得 但是都 沒有辦法之下 要被迫金做 例如 好像 1970年代 的時候 去到 7980年的時候 都是 出現 這樣 加息 加得很急 的情況 所以 變了 我想 很難說 現在是見底的 但是短線反彈 是有機會 都 以交易來講 我們是覺得 是一個 直播的交易 可以先